塵歸塵 土歸土 鏡花是龜 鏡花 愛花是驚 愛花 我們回到第二節的一傳暴風雨 我們第一節基本上是講過 中後半部的大廊故事 我們探討一下 為何有些人覺得前面好看 後面不好看 有什麼感想 剛才的故事解析 前面出色 我覺得好看 因為他真的報了一個正法雙方 我們讀者方可以想到一個面 起子之樹是好 還是熱方是如何回到現實世界 中間的辯論位是讀者方可以插入思維 而作者也給了足夠空間給我們思考 但去到後半部就不是了 尤其是你講到傳媒學士 我覺得是熱傳媒學士 傳媒人都會覺得應該是傳媒學士 最後愛花是傳媒學士 愛花說的話 其實之後十年之後會毀滅 愛花是對的 全部都不會反對 一定是毀滅 然後愛花說的話 愛花說要毀滅起子之樹 傳媒人打起子之樹 你也沒有思考的空間 全部都是一直在想的 尤其是有些細緒作者都沒有細緒 好像熱風要飛回文明世界 之前好像吉野和珍港去旅行 中間沿途會有很多物樂去做 去到後半部都沒有了 即是我們去旅行 看到一個叫做大師 他就是住摩托士 他不是在火車站撞到的 對 中間劇情是零 然後熱風 他回到過去 斬眼已經回到日本 中間的過程 他完全沒有了 你看到一條直線下 他完全沒有那麼多轉接位 作者覺得是這樣 他就這樣 他完全沒有鋪爬過 他沒有什麼矛盾 沒有較勁 兩方面 總之作者建立一個名題 然後一個答案 但後面的人都會跟著 叫做大師 沒有中間的思考 我覺得比較失色的地方 但是 他前半你當他有這類型的東西 但你不可以用一套 他一定是偵探劇 總之就是 到後半部 他的名題已經超出了人類 即是我們的讀者 讀者好 他故事裡面的人物 是管不了的事 絕緣之說 對誰正誰反 是無法解釋 也無法解釋 因為已經超過人類文明 可以理解的程度 到最後作者說 POWERBOTCH是說 愛花說是對的 愛花說是對的 愛花說是好的 愛花說是好的 喜知水會被滅人類 全部人就不會再任何思考成 所以我覺得 愛花說的是對的 愛花說的是正確的 他就是住完魔法士 你怎麽都可以說的對 他都陰你 那是 你看到 愛花既然住完魔法士 他是你的敵人 他可以說的陰你 等你陰你之後 全部玩完 有獲屬 但他們沒有太懷疑 這點是比較 你們是怎樣的 那你說是 那我相信你 那我沒有計算的 我又沒有考慮到這麽多 我單純有一個 觀眾去接收 就覺得 前期好看的 因為 剛才我們講過 那個時略空的 那個 勞龍的困局 那他不同集數 就是他 大家會讚火 那些東西 就是他特別是 他早期 每集 都 因為每本單行本 都會有一個 trice位 有一個peat 那他這裏都做到的 就是時間勞龍 在那裏每集 推進 那去到後面 你會比較少見到這類 因為變成 分了兩條隊 第一 那一邊就是 化落的 二人世界 另一邊就是 那些傻佬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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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好像 失色了 那其實 大家那個focus 就未必一定要 是覺得 一定要有大場面 因為我們這裏 不是娛樂片來的 就是 我們可以看 很多就是 那些人物 那些世衛 那當然啦 我們講人物世衛 就不是看 左門怎樣的樣子 那些 那些 重點就變成 會是 Yoshino Hakase 這三個人 他就著 剛才他們這對 發生的 那些反應 和所說的 那當然 一定是失色一點的 對比前期 但是 你會看到他們那個 感情的進展 那其實 你說那個位 是不是有真的 很久呢 如果你是 以周回來看的話 即是 你是 播動畫的人 一定是 會有點悶的 但是 如果你一氣過看 其實那個問題 就不會太大 是啊 因為 你可能說 他打完 那個 中段 那個時間王 的問題 十二集 然後 他們一直看 然後 Yoshino 爆 愛花 就是 我女朋友 那裡應該大概 十五集 左右 然後 十八集 之後 就回到 去打 愛花 即是 黑吉 愛花 即是 他們有對戰 好像數碼暴龍 這是意外而已 對戰 其實你說 他擺在正中間的位置 他前後也不是完全沒有這類的東西 譬如說 黑吉 愛花 知道了之後 回家有她女朋友 於是 心態又改變了 我要打塌 以破樹 是的 那會有其他東西 但是他同時 也同步會發生 就是說 去猜 吉野女朋友是甚麼 做了連串 同時 也會考慮就是說 他除了這個團隊 或者這個主角群 除了他們兩個 也有其他人 即是 例如說 祖河 政府那邊 其實他是想了怎樣伏職的 那他要怎樣伏職呢 就是說 政府需要回懂魔法的人 於是他們就不斷找絕緣魔法史 去搞這些 搞這些樹 是的 那 問題就是 他現在就好像一個群像 其實形式 去到一個中期的時候 就是說 他們去了幾隊人 那幾面的方向 有各自的推展 就不同前期 前期是單純兩個 真話和真話 對 然後最後大決戰 就是時間牢籠 那裡 打完之後 就變成一個類似群雀劇的 二人組 黑格射公主 和Yoshino 他們就變成一個 初期就好像一個 少女情鬥初開 後來又發覺之後 就決定要打五棵樹 然後中間也會說他們 他和愛花的感受 那些 另外一邊 Mahiro 他很少的 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他比較被動 主要大家都會看 祖河 祖門 他們可以做這些 而同一時間也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角色 就是 剛才所說到 他28歲無業的水雪內內 不是水雪內內 是無業 就是他配音 就是三本大媽 因為他是作為一個 他知道Yoshino的女朋友是誰 但是他身在的地方 就是這幫傻佬 他們在談這些問題 所以 其實 他會是另一個 超然的角度去看 這件事 也作為一個女性身分去看 那麼 也有另外 就是 他們每個人 之中說的話 會不會有另外一種 味道 當然啦 你說到全魔法史 那個部分 愛花那裡回來 身上大揭秘了 之後去打樹 這個 很正路的方法 當然啦 他打那個 尤柱那個 最大的樹 我們可以當的 本體 也會有一定的戰略性 那些東西 當然啦 後面是Happy End 那些東西 故事很正常的 但其實 你不可以說 否定後面不好看 當然啦 其實 如果你用一個 寫小說 或者文學作品的角度 來說的 我覺得是合理的 特別是 他前期的布局 然後 升到那個 時間牢籠 去到最頂 然後 跌下來 變得更平淡的 但同時 他在多線發展 然後 去打外花 去到頂 然後 回到一點 後面 其實是合理的 你不能夠否認 因為最高高潮 其實就是 外花的傳媒 沒辦法 當然 也有些人覺得 最高高潮 就是那段影片 外花的傳媒 是時候 是時候 台灣的傳媒了 那些 那些 但是 我覺得整個時候合理 當然 另外一位主持 香港著名ACG博客 鏡花師生 的感想 大家可以去Facebook 找回我的姿勢 或者 自己的鏡花 水月那邊 自己找 那我們 算是說 我們兩個人 對這套 對前後期 我們兩套的看法 問題來 這套 這套 鑽完暴風雨 暴風雨 即是Tempest 即是 Sixpian 一套 它又不是四大悲劇 Helmet 就是 所說的 那其實 究竟這套 它用了幾多元素 在裡面 關於這類的東西 這個年代 應該沒有什麼學校 去讀英尼的 自己也沒有 我想說 大學那時候 旁聽過西方戲劇 它會有 說 Xasperia 但是用哈姆里達 做例子 暴風雨 因為它不是很出名 所以就不會說 因為它不是最出名的 因為它是四大悲劇 考試也是考試 考試大悲劇 純粹是 年輕人自己看過 或者被人側看過 記憶很薄弱 有些可能說錯 大家不要介意 那 如果 利用那兩本文 去說 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地方 剛才我講到 絕緣 這兩個字 是在他們時間 牢籠的最後部分 出現的 就是絕緣魔法士 大家留意一下 一件事 就是 它整套劇的去到中段 例如轉那個位 它應該是沒有任何東西引暴風雨 沒有任何東西引Tempest 全部都是引Helmet的 對 去到哪裏會有Tempest 即暴風雨 就是馬希羅回憶 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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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已經接近回復 對戰外花 當然 我們說到馬希羅好像沒什麼用 其實他很多時候 就是作為一些回憶的 外花 其實他當時的作用就是那個位 因為他變了一個比較秘密的角色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什麼呢 他是用了這兩套劇裡面的兩個女主角 或者叫女角 來做這套劇的人物關係的骨幹 不是 這兩套劇的角色有部份投影在他這套作品的角色裡面 主要都是那兩個女主角 簡單說 那為什麼前期用Helmet呢 因為他裡面也有說過 他經常出的 經常都說一下鏡花 不是鏡花 不要懷念鏡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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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那個四萬個兄弟加起來都不及我給她的愛 那 我覺得那個就 其實是基於他那個劇本的考慮 因為其實他裡面有說過 Ophelia 就是Helmet裡面的一個所謂的悲劇女主角 那個女主角其實就是 男主角 就是哈姆雷達 Helmet 的 戀人 但是他們這場關係 是被他的父親和他的哥哥是反對的 於是 簡單說 戀人 和 家族那邊 就是兄長和父親 是對立的 大家可以投影到很容易明白的 就是 Yoshino和Helo的關係 所以動物理就是 愛花不會讓他們知道 他們這段關係 那當然有些同影 但是 為什麼會用那句話呢 其實 劇裡面我覺得 就 父親那位應該比較重 但是 他那個不是他爸爸 那個哥哥 那 於是用來用去 他經常用那句話 對了 另外一樣比較相似的 就是 Ophelia 他那個死法是很有趣的 他是 頭水 就是 你當是掉了水 死的 但是他那個死法就變得很有趣 就是 那你掉了水 你是 自殺 還是 你是推到水 這個又是一個 有趣的地方 其實同一時間 又呼應這段 就是 他們沒有想過愛花是自殺 是的 也都呼應回來 而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就是說 他為什麼會掉到水 呢 或者它掉到水的位置 有什麼發現 就是 它是在樹裡 條框斷了 它掉了 下水死 當然 可以說 可以當是跳水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 就斷了 被人掉到水 我不管你怎麼說 但是 樹這個元素 是有的 也都因樹而死 這元素也是有的 是 是 對了 反過來 我們可以說到 Helmet那邊 投影了 外花 但是另一方面 在中後才出來的Tempest 為什麼那時候才出來呢 就是因為 它應該是個黑格社 那講公主 講他什麼呢 我覺得比較特別 因為Tempest 他講的 就不完全是復仇戲 因為是喜劇的復仇戲 他講的 他是一個魔法師 不是 魔法師 不是 一個主角 一個主角 不理過事 就被弟弟散了拳 不是 不用說太複雜 不用說太多劇中的事情 大家講一講 主角和女兒 被人放逐了 在荒島 荒島 魔法師 劇中經常講的 其實他學的魔法 就是在島上才學 因為他被放逐的時候 有人給了一些書 給他那本書 學回來的 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 他學會了魔法 男主角就解救了一隻精靈 而那隻精靈 就被困在一個樹裡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 如果黑格社公主 是魔法師 魔法師的女兒 加上這隻精靈 三個元素 混合出來的 黑格社就是 一個被樹困在 起始之樹 被起始之樹 困在 的一個角色 那為什麼我會說 第一 他是魔法師 一定包 他被樹困在 這個精靈 那為什麼關於女兒的元素 因為 魔法師的女兒 因為他經常講 Tempest是一個 大家皆大歡喜的結局 就是 她的女兒 最後可以跟 忘記哪個國家 的王子結婚 就是 可以跟中二的人 在一起 所以 你只要看幾個人 最後跟中二的人 在一起 被放逐的魔法師 被樹困 其實是看到 三個角色 投影在黑格社的身上 所以我會看到 這兩個女主角 其實就是這兩套戲劇 這兩套戲劇的 一個投影 其實我是一種解讀的 你解讀的 你解讀的 首先 首先 我讀書的時候 沙士比亞的悲劇 有一種特色 她是用一個 她人性的命運 去塑造 就是 紅樓夢也是 不 先說一遍 她的特色 她的特色 就是 例如 敲梅特 她的悲劇成因 是因為 她想突破她的命運 但她最後也突破不了 她想表現的是 一個人 她突破不了的命運 而她強行突破 或是失敗了 這就是她的悲劇 當然 沙士比亞圍繞著命運 其實我覺得 她和 雅仁解讀 有些不同 都是兩套戲劇 但兩套戲劇 故事的理念 是分了 兩個不同的男主角 剛才她說的是女主角 我說的是男主角 哈布雷達 就是 說真說 暴風語 就是反映阿吉彥 男主角 哈布雷達 要復仇 最後要殺殺全部人 最後要死 這就是 故事有提到的 真說她想追求她的形態 她不理任何理由 她想要報仇 她想殺死她的兇手 即是殺死她的兇手 但阿吉彥不是 吉彥是暴風 吉彥是暴風魚的形式 她不要求復仇 她想 她覺得 這些動畫也有齊 大家都看到愛花死了 真說就是一件事 我要去找兇手 我要殺死她 真說就是 人都死了 沒計 哭又沒計 繼續下去 她是這樣的人 兩個用同方的行動 而兩套作品 就是她不同的形態 真說就是追求毀滅 而吉彥就追求另一方面 就是俸過奉存 包容的是 有故事去投影她們的身上 我就不是看女主角 而是看男主角 我覺得都這兩句 但你怎麼說呢 你純粹說吉野是... 吉野一本我覺得不太夠 再解釋多一點 中間有一句 左門問你魔法是誰學回來的 然後他們回答在島上學回來的 裝了木桶的魔法師在島上學回來的 其實就是呼應你剛才說的 魔法在島上學回來的 當然意中仁珍就是吉野搞定了他 珍港作為初期刑 帶了魔法師來 不 首先... 就是Tempest的結局 剛才你說到... 不破珍港介紹了狂妹給吉野認識 第二次珍港介紹了魔法師給吉野認識 然後就叫他 你說到他這麼壞 雖然他是惡棍 但他不是淫棍 前後他妹妹和魔法師都被叫了 不好意思 補充一點 用有馬的解讀 Mahiro是Helmet Helmet很簡單 全世界都死了 最後的結果 也呼應 就是Mahiro是Gugagaan 其實他的復仇是結束 那他會怎樣呢 其實沒有任何事可以說 Yoshino和Hakase 兩個人都是Tempest的投影 於是用回Tempest的結局 就是... 繼續在一起 是的 亦都呼應回 我也比較有趣 其實我想說 Yoshino和Mahiro是怎樣的 我就不說了 就讓大家去看原作 兩套劇 自己去想 誰知道原作是你 大家想的不同 其實這兩套解讀 那一套也是 可能是兩個人 那那些人 聽到不用去看那套劇 可能有第三方解讀方法 你不知道 這樣也可以 我們等鏡花回來 鏡花有新的第三方解讀 不過可能解讀了左門 左門代表哪個身份呢 在兩套劇裡面 嘩 這個給我 這個很難答 這是給觀眾解答 當然不是我們 答這些 應該答不了 牙蟻的角色是誰呢 牙蟻的角色是誰呢 牙蟻的角色 對了 我們講到這裡 或者我們再討論 少許人物 人物方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想 有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中後段 就是中後段 大家說好像少一些漢典 因為 他少了一個明確的物樂 其實他有些事情提出 比如說 有個說話 就是說 是因人而行動 還是因事而行動 這件事 那他純粹就是 Mahiro 他完全是因為 說 不破愛花死了 他要報仇 他是因人而行動的 那他們覺得 Yoshino 他是因事而行動的 但是後來就發覺了 就是 Hugasek 就覺得 那為什麼你那時候救我 因為我不想愛花死 讓成悲劇的開始 那 變了就是 原來 其實他也是因人行動的人 其實他不是因為 這件事件上 是想幫Hugasek 他只不過是考慮 愛花幾個緣故 去做 有個轉折的就是 以為這個人是因事 原來他也是因人的 同樣時間 也可以反映 就是說 Yoshino 其實心裡還是很重 愛花的份量 於是 也會有這些行動 當然 同樣道理 你可以說 大師 即御川 他也是因為 世界改變了 可能我女兒會回來 都是因女 可能他沒有意志 可能他沒有意志 因為我女朋友沒有了 所以那個人很失落 然後他說 你做了清光世界 英雄了 他就回來 好像有道理 那不是有行動嗎 是的 所以 這兩件事 都可以值得看 而且經常都會說 他兩個做事 也有兩套不同的方法 一乾一油 沒有啦 某程度上算不算 不是 其實阿吉也很狠 他很狠 不過問題是 他認識得很好 表面功夫做得非常好 你看到他秘密通訊 和三碗大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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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私下聯絡 溝通 全情報 曾光完全不知道 我和你朋友聊天 我發訊息一會 一會兒 這件顏色包裝 他原來是黑的時候 很黑的 就算 我記得剛才看過 阿珍剛才跟他說 不要得罪你 要有 跟他妹妹說 不要得罪你 這個很黑的 是呀 是呀 我剛才看過的 人物就當作沒有補充 其實我們剛才說 角色頭寫 可能已經帶了下去 最後一件事 神的形態 裏面有劇提了幾件事 就是說 樹 這棵樹是神明 但是也說 古籍裏面 是蛇的形態 龍的形態 比如說 我們中國很容易說 龍的形態 但是也會說 另一件事 就是 女窩和復熙是蛇 女窩是蛇 復熙不是 復熙應該也是 他可能也是 不知道 大家回去看 山海經 復熙和女窩是兄妹 但是說過 女窩是人手蛇身 但是復熙沒有說她是蛇身 他是不是蛇就不知道 但是又不是蛇身 我記得是蛇的 不知道 但是西方都拿 蛇丹蘋果 叫阿花蛇都是 不是 不是 我們剛剛說 那個圖騰問題 你說中代那邊 可能是人起初的圖騰變成蛇 後來可能是蛇太噁心 變成狼 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圖騰 它裡面提出了蛇狼狼的形象 但其實到了最後 為什麼用樹這件事呢 我剛才說回那兩套劇 Tempest和Helmet都有提過一些東西 樹的元素 在Tempest裡面 精靈是被樹困住的 當然你可以說 Harker經常被人困了一棵樹 那不可能 也呼應Tempest在島上被人困 那你也不可能說島是神 神島嗎 那麼可能 你不怕你 說真的 不可能 所以選取那個神的形態 是用樹 也有一個元素 就是歸咎回那兩套劇 就是 樹是 令到Helmet裡面 投射的愛花死 也是困著Harker射的龍 也會反映別人 當然 他 說到最後的事 例如說 文明吞世 那兩棵樹 我們現在研究那兩棵樹 我也是那句 這個問題是超出我們人類 可以認知和範圍 是很難討論的 這樣也可以 作者說什麼就是什麼 不是 但是 其實可以說說 動畫和媽媽的結局是不同的 有一點不同 但是看上一樣的結局 有一點不同 但是詳細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例如說 打樹樹的配置 的人物的行動 是不同了 最後他們之後的去向 是有點不同了 其實一點比較重要 就是媽媽又提到動畫沒有錯過 就是外星人在這件事之後 或者他們找不到月子 就留下一個訊息 就是 動畫沒有這件事 我講講 我可以補充一下 為什麼呢 很不負責的外判商 留下訊息說 嗯 其實這裡想跟你說 不過沒什麼時間 先留下訊息給你們 恭喜你搞定了一棵樹 但之後有很多問題 我相信你搞定 就先拜拜 類似這些訊息 詳細可以看一看 最後一集 每天都呼應 阿山本大媽說 一棵樹是外星人的兵器 因為之前就算是動畫 因為動畫沒有了這段 所以說那麼多東西 都是你們人類討論 你們愛花說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是真的 但她有明確說到外星人出來 要現身說法解釋一下 你們推理沒錯 你做得對 不過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們繼續努力吧 有沒有羅茲威爾 沒有 就是留下訊息 有沒有偷 Gundam style 總之 漫畫算明確交代了他們 他們這些人做的 算是正確 符合了外星人 暴泊樹的期望 即是有一個官方答案 當然這個官方答案 合不合 外星人是否這麼好心 還是外判傷無量 棄置廢物 都丟在這裏 不知道 我們用其他作品來比 其實如果你要把這套 某些元素 你會想到第一套 哪一套 我先說 我想到沙爺之歌 哪一套 因為沙爺之歌 最後有一個結局 就是開花 開花就是全世界都死了 那為什麼 如果初子之樹 沒有葉的 舉例 不會完全一樣 覺醒了 人類又玩完了 人類世界都玩完了 文明都生死了 有些少少相似 這些世界從知識的方式 沒有你電腦做得不開心 當然 你另外一件事可以對比 也可能是 之前我們講過 Cycopass 有個相似性 Cycopass是一堆人老的集合體 做一個系統去管理這個社會 現在這個就變了 Cycopass 好像神一樣存在 現在這個就是用樹 但問題是 樹的意願究竟是怎樣 當然你可能說 Cycopass 它所掃除的東西 好像是令社會安定 但它亦做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對比一下 因為Cycopass 是人爐才是人想出來的東西 但樹的所做的就是超越了 就是 它掃除了那些文明 或者叫戰爭兵利 也都將那些沙漠化解決 可以說是人類發展的一些工業化後期 所產生的東西 所以同樣道理 其實有少少相似的 當然你可以說這類型的主題 作品有更多 大家怎樣串聯 那就是另一回事 不是的 剛才這樣說 我可以說一下 Cycopass 它用的是人類集中 去管理這個人類社會 人類想的東西 首先我們人類會理解到 可以人類的標準去判斷到 但算 首先算 它想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 其次它是外星人怎麼出來的 它的邏輯思維 標準也不是我們人類的 能力也不一樣 因為它可以把沙漠變回 正常的 人類外面之後 冰河時期 冰封一陣 冬一凍 若雪一雪 若綠洲化 所以有生物可以成長 你還有一個重置機器 我覺得這是很普通的功力 就是 你看到樹 它想什麼呢 好像雙子 你不知道它想回 它沒有跟你說 我總之 撒冷說 嗯 他們是和平的 他們離教我們 我們現在去 和平理性非暴力嗎 你說我就相信 就是 最後就是這樣 我們不知道什麼 你說什麼 我們信什麼 變成他樹就算 對 我覺得這個 是比較大敗筆 除非一開始 一開始 有整樹的外星人過來 會有現身說法 可能會有一點說服力 但這樣就好像很LV2 你不用說出來說幾句 我不要說要出來 不知道 漫畫最後就 叫做出一個外星人的訊息 要留言好信 叫做交代過 動畫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動畫版 這個是有點遺憾 我最後問你一件事 你會不會推薦這套給人看 會 這套平均上應該算好 我也推薦 特別推薦給一些 喜歡奇奇怪怪女生的人 一定要看 想要深層線 想思考一下 多角度思考的作品 我知道 我很喜歡外花這種 我覺得這種很棒 說一句 外花 當我看動畫 這幾年以來 智商最高的女角 應該是她的 不知道 我覺得這種很明發劇 死了之後都會操縱世界 完全操縱完美的劇本 你會覺得這種 有一種觸摸不到 但又好像很了解 之間那種很奇怪的感覺 是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體會一下這個女角 也比較少見 在DCD作品裡面 是很少見 特別這個年頭 就是 太高色化 即是 我很怕 每術性 要稱每術馬 我很怕 就是 一身翻 那陣子 喜歡狂衫的請LIKE 喜歡不知十鄉的什麼 一天有十幾二十個 那些什麼 喜歡鴨仔的巨鴨 請LIKE 鴨仔那些算 但是 沒有內容 等於很久以前 我們去講那個 動畫屎 影大講的 萌你怎麼傳承 你沒有那個內容 你那個角色 是套用一堆屬性去檢構出來 還是你那個角色 真的有一種獨特的感覺 那不破壞花做到的 膽敢說 近十多年 這種小見的類型 應該沒有相同的類型 對上我們應該是寧波類的類型 寧波類的類型 寧波類是不會說話的 他不會有這種 那時候還沒有屬性的 魔性的 就是現在你見屬性套路 我要個雙馬 就是 奧嬌 金髮青梅竹馬 混合一個角色 這邊 梅梅短髮 運動巨宇 有一個角色 你見完全是自己混合 沒有任何個性的內容 可以作者想怎麼混合 商業法比較重 當然 反過來你也可以說 哈卡蛇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元素 有的 鱷 很簡單 我前面看太多鱷 我後半部穿衣服 我看不習慣 怎樣 我真的看不習慣 我不是拿 你當我穿泳衣 我看習慣他裸體 他不是裸體 他不是裸體 他有布的 痴巾 今天到這裏 有什麼大家在Facebook和Blog 照說 記得留意Facebook 關於任何更新 好多鱷 拜拜 拜拜 好多鱷 是 他每次都來是個